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最终经过层层审核通过的却不到一半 那么今天陆凯佩的民宿酒店能否达到审核标准 顺利开业呢 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检查 陆凯佩得到了工作人员最终的审核结果 今天的问题还是有一点的 一个是厨房垃圾没有分类 还有是污水处理这块你们做得比较好 但是细则上还是要处理 好 我们会注意的 对对对 民宿酒店虽然顺利通过了检查部门的审核 但要如期开业 依然需要陆凯佩按照相应要求整改 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好奇 就在中国民宿产业蓬勃发展之时 被誉为中国民宿行业发展标杆的德青 为何通过率只有一半呢 原来这一切都归功于当地政府推行的生态经济政策 在德青发展生态经济 不仅让民宿行业得到健康绿色发展 更令人惊奇的是 它让生活污水 鱼塘美水实现了循环再利用 保证了废水灵排放 甚至它还让荒废的竹林经济重新焕发了神经 那么发展生态经济 到底是如何为德青这座美丽小城 带来了金山银山呢 民宿 民宿区别于传统旅店与酒店的住宿形式 它更多地满足了人们对住宿的多样化需求 利于游人们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在旅游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民宿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民宿数量急剧增多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当地的自然空间 与此同时 民宿建设中不合理的开发方式 也造成原有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民宿行业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态考验 得清地处长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宿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宿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宿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宿社会计划 从感光上你就会感受到 我们这些建筑就好像从山里长出来的 周边的旁边的树木都是原生态树木 那么最终呈现出的 我们希望是让人看到的是 我们的建筑和原有的自然山体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就比如说咱们远处的那个 它就露出了一个尖尖角的感觉 要的就是叫做一种非常自然 非常和谐的 非常融洽的一种感觉 原来为了最大限度地 保护山体的原始植被 整个建筑采用了木质结构 同时经过巧妙设计 使得民宿建筑与周围的环境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由此整个一千八百多亩的土地上 建筑面积仅仅占到百分之十 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这深山密林里 竟然藏着一座又一座 别样的民宿建筑 那么这建筑的内部 又是什么样子呢 你看我们这边的整个的一个 穿山人过的步道 全部是在山坡上架起来的 对原来的山体来都没有破坏 你看到这个步道下面的植物 还有鱼桶包 是的 是的 眼前的这座三层小楼 就是隐藏在山里的民宿之一 房子周围被各种各样的花草 树木包裹着 上面两层 每一层都建有独立的观景阳台 走进房间 扑面而来的是现代简约 温馨舒适的生活气息 刚刚感觉房间里是非常现代的设计 然后走到阳台之后觉得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环境 而且离树木非常近 我伸手就能摸到它 就觉得这个房子是真的是长在这个树林里面 而且它这个是木质结构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一种就是说在一棵空心树里面住着的感觉 我们这个房子呢 就是建在这样的一个山坡上 你当初刚到这个现场来选址的时候呢 施工方给出的意见就是 按照常规方式先推平 那么这样的可能速度快 成本也低 但是我们通过几轮的相关的专家论证 和设计单位的论证 我们还是选择了这样子 长在山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通过我们这个房子下面 生出根来 生长在这个山上 真让人想不到 这座藏于山间的民宿下面 竟然是有根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它到底是如何长在这片深山密林里的呢 这栋房子下面是这个样子的 对 这就是我们的建筑 我们的房子从山里长出来的秘密了 我发现了吗 大家看到了吗 这真的是空的 我发现它是由这个东西支撑的 是的 主要是呢 上部呢 我们把它用钢柱支撑下来 下部的基础呢 挖深呢 通过人工挖 挖深呢 大概要五到六米 这样深度 保证它的结构受力 然后把它这个房子撑出来 装机和装机之间还是有树木在的 有好几棵树都在这里 是的 就是因为当时挖的时候 这个自然地貌保护下来了 周边的很多稀疏的树木都可以非保留 像整个这样一栋房子呢 这样的装孔大概有12到18个 整个挖掘 人工挖的周期的一般需要五组人 那么大概整个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才能把这些装孔又通过人工挖出来 然后再把土清晕掉 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耗时耗工的 其实早在建设之初 孙家峰的设计团队就将自然环境考虑在内 如果采用传统的建设方式 势必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而通过点状开挖地基的施工方式 不仅保护了原有植被 还创新了一种新的民宿建筑形式 原本的传统建筑变成了长在深山里的特色民宿 不过人工挖苦的施工方式虽然保护了环境 但无形中造成了施工成本的成倍增加 建设周期被无限拉长 那么孙家峰又是如何心甘情愿地 花上这成倍的资金呢 我们整个的一个价值体现在哪里 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民宿的房碗 每天晚上的这个房碗收入 那么整个木冠山地区呢 一般高端民宿在一千块钱左右 我们这边呢 基本上就像这种旺景 就卖到两千三一晚 那么这就是一个价值 这一方面价值的钱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品牌价值 一个长远的一个增值 就自然环境 就是我们整个民宿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有这种这样的环境在 才有大量的被这种环境所吸引的客源 有别的其他项目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如果这些环境被破坏了 那可以想象我们的优势就不存在了 原来青山绿水才是德青民宿的高富加值 随着民宿生意越来越火爆 新的民宿建设理念得到了广泛推广 当地的民宿经营者纷纷效仿 不仅如此 美好的环境 每年还给当地带来了近百万的游客量 创造了近22亿元的旅游收入 促进了民宿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 生态文明意识的深入人心 促使德青县的民宿行业向更生态 更绿色的方向发展 但是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客流量 全县大大小小600多家民宿 却迎来了新的挑战 生活污水是民宿经营者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 据统计 德青县民宿每天的废水排放量达到3000到4000吨 如果按照一辆污水车装10吨来计算 估计一天也要装满300到400辆车 这么多的废水如果直接排放到山里 那对环境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面对每天上千吨的污水量 德青县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每个月 墨干山的民宿学院都会开展培训课程 这座不大的二层小楼虽然简简单单 但却提供给民宿主人一个学习的平台 于峰 德青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负责人 如何树立民宿经营者保护生态的意识 是他今天演讲的题目 第三个是厨房的洗菜草 洗碗草 我看您今天在这讲的是一些关于民宿污水处理上面的一些知识 那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堂宣讲活动 一个从宣传方面 让民宿主或者是管家有这种思想概念 去保护青山沥水的概念 那么如果不保护好青山沥水的事情 那么我们的民宿经济怎么发展呢 以后大家都污水泛滥 那谁来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呢 这个是个问题 所以大家只要讲通了宣传到位的情况下 大家都会理解这个情况 除了培训民宿主人的环保意识 当地政府还根据每个乡镇的实际情况 启动了污水整治行动 要求全县七间客房以上和水源保护区内的民宿 安装污水一体化处理设备 处理过的水需要达到相应的排放要求 才能直接排放 以确保污水零排放 走进墨干山镇老岭村村口 路边这一根根还未埋放的管子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在捷屋纳管 把管道呢 开钩 然后把那个PE管呢 把它埋下去 现在处理污水 尽管因为民宿里面呢 我们是还是进行易处理嘛 处理完以后呢 把处水 纳到的管网 往往再出去以后 我们接到那个污水处理厂 再进行二次处理 二次利用 将每家民宿治理过的污水 通过管道 再次集中到镇上的污水处理厂 既可以做到污水零排放 处理过的水源 还可以得到循环再利用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新的污水管道工程 就会全线贯通 到那时 整个墨干山镇上的民宿 将彻底实现污水零排放 在德青 民宿污水问题 虽然得到了解决 但相对于民宿污水的集中处理 零散的养殖围水 也曾成为长期困扰 当地政府的难题 以往养鱼池换水 需要将整池围水 直接排放到自然水域 而负营养化的养殖围水 会对周边环境和水体 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污染 但是在德青县的下方 我们能够在电县里去了 在德青县上的污染 这种污染 的村子 一样的不是 那么也要 没时间 黄家 咕噜咕噜咕噜嚼的 看它吞进来 它还有刺的 很凶猛的 有三万度胶鱼 看上去吞起来 那个你们是很密度很高的 实际上它是很好 住了好很舒服 因为它这个水 勤快勤快的在流水 那个兴养量也是比较高的 原来龟毛头养殖庄园 养殖密度大的重要原因 是它在水槽入口的底部 增加了一条增养通道 通过空气压缩机集中增养 产生了24小时循环水流 既保证了水塘里的水体含氧量 也能推动水体流动 鱼儿溺水而上 就形成了类似冲浪的视觉效果 这也就是龟毛头所说的 跑道鱼 简单来说 和普通鱼塘相比 跑道鱼塘里的水会流动起来 这就无形中增加了 黄嗓鱼的生存空间 养殖密度自然得到了提高 但我们也注意到 养殖庄园里面 除了这几条跑道鱼塘 还有几个不同规模的 无鱼池塘 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这一个大漆游 都是那个做围水处理的 做围水处理的 那个围水跑道里面的水 脏水放出来的时候 经过这里几个食堂 一道一道的过去 然后到了这个时期就干净了 然后再回到那个跑道里面去 就跑道里的脏水 什么地方出来 我就把它什么地方进去 脏水从跑道里出 净化了一圈变成干净的水 就回到跑道里面 如今龟毛头养殖庄园 安装了净化围水的循环池后 可以确保养殖池内 水质一直很干净 甚至不需要对外排水 收集的排放物 可以被回收制成有机肥 浇灌周围的农田 走在养殖庄园的路上 我们看到的是整齐干净 绿色的养殖环境 很难想象几年前 这里却是另一幅模样 以前这只外塞 我全部放到外壶去 放到外壶之后 那个有的机能有意见 给我提出来 谁就给我提出来 你这只外壶放的那个外塞 叫我们的生活怎么生活 所以有意见 我们现在所以做了 这一道的外塞处理的工具之后 等一个费赛 等一个人排放来 生态循环下的养殖模式 保护环境的同时 提高了养殖场的收入 龟毛头现在的养殖场 年产值超过700万元 在德青像龟毛头这样 从普通养殖发展成为 生态养殖的人 已经不是少数 这不仅对养殖场的经营者 是一件好事 同时极大的保护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民宿行业和生态养殖经济的快速发展 使德青县的绿色经济产业规模 不断得到扩大 但德青县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布 差异明显 西部山区是竹林竹产区 不适合发展民宿和水产养殖 当地政府关闭了大量的污染企业以后 以前在经济上依靠竹林加工业的西部山区 就需要寻找符合地域特点的生态发展路子 12年我们整个区域内的竹拉斯企业关停之后 那么就是老百姓这块毛主的销量 就是持续的下滑 从当时的40多块钱的100斤 到后来的20多块钱的100斤 还没人要 这个价格的持续下滑之后 那么农户不愿意再来打理我们整片的竹林 那么这样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破坏 那么因为毛主它有密度的 那么一旦这个密度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整个的一个毛主它就会死亡 为了让竹林恢复往日的生机 同时增加村民收入 当地政府大力发展逐下经济 张美林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德清食用军行业的先行者 他从2016年就开始种植贺松荣 每亩松荣产量达450多公斤 年收入50多万元 并形成了科研机构加农业企业 加基地的经营模式 短短几年下来 临下经济让这里的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如此 尝到甜头的张美林 竟然在竹林下挖出了金元宝 这可真是太稀奇了 为了了解这其中的缘由 我们来到了它的竹林基地 马上过去就看到林枝了 在前面 这片竹林还挺茂密的 大家看 这个就是林枝 这么大一个 好漂亮啊 对啊 像这样的有多重啊 这是50克到60克左右 咱们这个林枝它是波浪型的 它有起伏的 对啊 专师傅我发现就是这颗林枝 它这下面一直像冒烟 这个是水蒸气蒸腾出来的 是不是 不是不是 这个就是林枝包子粉 它塞发出来的 这个是包子粉啊 对的对的对 大家看这个像气体一样的 就像是这颗林枝在呼吸 在吐气一样 对啊 现在你们过来的真好 它这个包子粉刚刚再塞发出来 如果你们早上过来 它也开不到 那我们很幸运啊 看到这样一幕 对 这个很难开到的 原来在县科技部门的指导下 张美林从去年开始 在竹林下种植林枝 但人工培育野生林枝 对种植的光照 气候要求极高 单单温度 就必须控制在 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 因此 大多数情况下 人工种植林枝 都是在温室大棚里进行 而让我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在张美林的竹林基地 这里的林枝竟然比温室大棚里的品质 还要高 这个林枝它酷也大 而且红彤彤的 那平时在棚里面的林枝 能长成这么大吗 这样子大 长得这样大 很少的 长得反而没有它好 没有这么大 因为我们这桌林 就是一个 桌的密度比较大一点 那么一个空气好 一个光照 时刻 光照我们的光照 就每一天早上到晚上 就是有光的就是 那么所有它这个林枝的生长 这个林枝如果光照太爱的地方 它这个林枝真能长病 只能长底 对 如果这个光照太强的话 它的林枝就是 比起源林枝的就是 就是怪胎一样的 不好看的 就非常丑的 对 我想我们这个桌林里 正好这个阳光 适合它这个林枝的生长 就是每一棵林枝 就是都是很漂亮 那么这一棵林枝 可以的 是一棵林的 是最大的 是一棵林枝的 一棵林枝 是一棵林枝 是一棵林枝 一棵林枝 还有棵林枝 这个人 这棵林枝 是一棵林枝 这不是长在土里的 它是长在一段木头上面的 对 我们种林子就是种在带木上的 我们种好的林子就是遇到这个桌林里去种 把桌林里送土了 那么这个桌林里是冒生的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要打理一下 我们这个遇到这个刮风下雨梯下 我们的桌林就是还要歪刀歪来歪去的 那么我们这样子呢 种好这个林子呢 就是把这个桌林里也是养物好了 我们既种的林子又保不得桌林 原来人工在竹林掩埋断木 不仅保证了林子的成活率和品质 同时也实现了衰败老化竹林的深藩松土 从而起到打理竹林的作用 这样一来竹林也得到了有效保护 目前整个德青县已经建成一万亩竹下种植基地 竹下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德青县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我们的绿水青山 这个生态得到更好的保护 第二个呢就是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一些生产方式 不仅仅就是以论足卖足砍足这种简单的方式 通过林下经济呢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从只注重经济建设到兼顾生态环境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发展生态经济的队伍中来 在保证百姓经济收入的同时保护绿水青山 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国梦照进现实 ialeket役 那么我们看世见 按看节眼镜原上归 começ 点赛 两轻能变endo